南部经历600多天无雨的窘境后 近几天都有短暂的下雨 虽然不如预期但也有助舒缓水情 统计到23号累积的降雨量约有48毫米 让高平息的假仙验日平均流量明显回升 从0.99CMS来到4.8CMS 南水局也重启越于饮水到南华水库 因为目前河川流量有明显的提升一些 那我们考虑到下游的一个农业所需 经济灌溉还有他们淪灌所需的水量之后 我们这个部分就会引到南华水库去做续存 那必要的时候这边的水也可以来供应我们高雄使用 目前重启的越域饮水是将高平息流域的水部分 送到高雄与台南共用的南华水库 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高雄日常用水主要是川流水 干案期则再加上其他多元开发 境内没有大型的续水设施 仅依靠陈青湖或凤山水库来续水 反而会流失这一波宝贵的降雨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甲仙印看到流量 除了下游所需的一个水量之外 我们把它引入南华水库去做续存 如果今天不续存的话 这些水一样是流到大海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把它续存起来在南华水库 等到适当时机的时候 我们这部分的水还可以来供给高雄地区来做一个使用 南华水库续水量约有9000万吨 由于台南流域面积不比高平息 因此重启越域饮水来移住 以达成互补 而高雄自身的水库因这次高平息流量的上升 也都有了补充 基本上我们会把成青湖的一个水量 维持在高点 就是在百分之 水位应该是百分之23.5%左右 这部分我要继续查一下 那凤山水库部分还有东港溪的水 可以过来做一个补助 除了高平息补助之外 还有凤山溪可以做补助 除了高平息补助之外 中央与地方原定在高平息流域开发 50口抗憾绥静 目前屏东端有14口仍在协调中 但高雄端将会再增加10口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议会施政报告中就强调 透过多元开发 5月底前将不会升级到红灯粉区供水 记者邱玉婷 高雄采访报道